萊姆姆跟郭文貴 好 在座的同學有我們台東的鄉親 不小心就有台東鄉親 其實過去我們要從台東到桃園 開車至少要7個小時以上 你坐火車如果坐到極光 也是要7個小時 所以台灣不是很大 但是坐車來還是很久 所以秘書長說 台灣民政府只要一執政 第一件重大的交通建設 就是高鐵要拉到東部去了 太期待了 台灣一日生活圈應該就可以兌現 好 繼續我們來看我們下一個章節 因為剛剛講軍事 因為剛剛講到台灣關係對不對 台灣關係法對不對 為什麼每次台灣要買武器 要走出外交 美國就說台灣關係法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什麼 台灣的緊箍咒 那個孫悟空的緊箍咒 你們不覺得嗎 陳水扁就像孫悟空 緊箍咒一靠到之後他也沒話講 因為事實上 台灣關係法一直是美國對台政策的法源依據 法源依據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牽扯到跟台灣地位 為什麼台灣為什麼一直走不出去的原因也在這裡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 當然 中國人就用中國的思維來去研究台灣的地位 當然他就會很不準確 那從開羅宣言 波子堂公告 一直到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發布 命令 因為麥克阿瑟是什麼 當初盟軍的統帥 當初日本跟美國宣戰 對 互相宣戰的時候 美國宣戰 蔣介石在 重慶才跟日本宣戰 那時候的蔣介石根本打不過日本 那是蔣介石威脅了 恐嚇了美國說 我們要跟日本打OK阿 但是你要拿500架飛機給我阿 你要拿多少的戰車給我阿 怎麼樣怎麼樣 武器多少給我 要不然我馬上跟日本投降 美國就說 我們仗還沒開始打 你就要跟人家投降 因為蔣介石已經打到 沒有能力再打日本 結果我們的歷史是怎麼讀的 他說 我們八年 對日抗戰八年終於抗戰勝利 事實上 中國沒有一顆子彈打到台灣 也沒有 也就是那些農民 老農民 沒有替台灣人打過仗 你們知道嗎 這句話絕對不是很 不是囂張也不是傲慢 真的 我就搞不懂為什麼 沒有替台灣人打過仗的 這些人要領 這些18%要領這個 原來他們是軍事佔領 那把我們台灣當作什麼 二等 三等農民來看待 這個是你去思考的時候 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那麼這些中國 或者是台灣的博士 學者教授 他們為什麼都不用國際法 萬國公法 戰爭法 這個事情我曾經跟我的哥哥講 他就是中國的軍人退伍的 中華民國的軍人退伍的 又是公務人員 所以腦袋轉不過來 他是018%的 當然會這樣子 情有可言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美國是遵守法律的國家 它是會依據萬國公法跟戰爭法 雖然是偶爾會討伐 但是他們是一定會遵循 但是他回答是什麼 就跟台灣的學者的回答 是一模一樣 他說美國是最不守法的國家 你不要信美國那一套 沒得講了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已經有那種 先入為主的概念說 已經設定說不要相信美國人 所以你要跟他談真相 沒有辦法談 那台灣我想 我碰到的就是這樣 我想擴擊擴散一下 一定很多台灣的人也是這樣 被中華民國的這種教育 那種餘毒太嚴重了 那除了這些條約以外 還要加上 占領不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個流亡政府指的是中華民國 其實中華台北是好聽的名字 全文叫做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簡稱中華台北 所以我們出去打那個什麼 那個網球小子 不是拿了世界冠軍 就找不到 人家明明是宣布台灣對不對 他就是要拿中華民國的國旗 也就是有榮耀的時候 那個車輪牌就要出來了 不好聽的時候 或者是被人家罵的時候 那是台灣 所以台灣的每一個選擇性 台灣的觀眾是選擇性的 只要是負面訊息就是台灣 好的消息 好的榮耀的消息就是 車輪牌就出來了 你們可以注意 回去你們可以去注意這個部分 好 這個就是言論 所以這個都是 馬關條約1943年的開羅宣言 1945年7月26號的波子坦宣言 什麼叫宣言 你知道什麼叫宣言嗎 宣言就是 這個叫做戰爭宣言 就是就好像我們 我要買一塊土地 我跟地主講好了 就好像我現在的狀況 我現在住的旁邊那塊土地 我原本要買 我已經跟我的地主講好了 你知道嗎 說這個土地 我會跟你買 我們雙方都有 都講好了 都有共識了 結果有一天 我有一個客人 就來到我們家 他就說 我想買這個地方的土地 他說 有啊 有啊很多啊 很多啊哪裡哪裡 就好像我隔壁那個 我就隨口問了 我隔壁那個 他要賣給我了 他說我們已經講好了 我們就是準備要寫契約了 我們講好了 我們說我們已經講好了 我們準備要寫契約了 結果那天晚上 他多50萬把他買下來 也就是說 我跟地主講好了 不見得就是我的 你這樣 就是我們講好了 說好啊 不代表這個土地是我的 要經過什麼 簽約之後 才有效果 對不對 在法律上才有效果 一樣嘛 宣言就是這樣 中國 那個若師傅就邀請蔣介石來 秋吉爾來 來來來來 戰後的時候 我們跟日本 我們開始 因為美國的 那個盟禁的策略 就是要把日本 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只剩下日本的四個島 北海道 九州 四國跟本州 其他的像北方四島 獨島 這些一些 琉球群島 跟台灣 這一些群島 全部要被占領 保留一個 為了尊重天皇 因為以前是那個年代 對那種帝制還是很尊重 所以保留 天皇住的地方給你們 其他的全部給我們佔領 是這樣 然後 美國跟英國一直講 再三跟蔣介石警告說 蔣介石啊 你們雖然在台灣 228事件把我們殺了不少的人 所以我講到這個228 我沒有辦法去原諒蔣介石 為什麼 每次到了靖國神社要參拜的時候 中國跟韓國就在喊說 哎呀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南京大屠殺的議題就出來了 那你要講南京大屠殺 那你為什麼不講228事件 228事件死的人也不少於你們南京大屠殺 不是嗎 也就是說中國人殺了台灣人 為什麼這個世界都不關心 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把它拉出來好不好 應該要把它 要讓我們這些祖先要平反 平反我們的祖先 要不然他們這樣死得不焉不白 實在是不忍心 好 這個時間輪都很緊迫有沒有 19430開羅先言 1945年7月26號 19430開羅先言的時候 是該告訴日本說 你們趕快投降 要不然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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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開羅先言講的那個精神 到了1945年7月26號的時候 波茲坦先言再一次確立 也就是說開羅先言是蔣介石 羅斯福跟丘吉爾 到了波茲坦公告的時候 是史達林蔣經國 蔣介石就不出現了 他說只要史達林在 我就不再 我就不去 然後1945年7月26號 波茲坦宣言承襲了開羅先言的共識 但是英國也嚴正的告訴蔣介石說 最後還是條約簽署的為主 待會我們就看這個條約了 然後接下來 8月15號有沒有 7月26號波茲坦宣言言公告 日本說還是不願意投降 結果兩顆8月的6號 第一顆炎子彈 第二顆炎子彈 8月9號第二顆炎子彈 8月15號天皇就投降宣告 9月2號有沒有 差十幾天 麥克阿瑟的第一頒命令 第一號就發布了 發布給誰 蔣麥克阿瑟盟軍統帥命令蔣介石元帥 在負責佔領台灣 是這樣 台灣的開始是這樣 中國侵入到台灣的土地 是這樣開始的 然後一直到了 英國就一直告訴 這個過程當中還發生一些事情 1946年開始 國共就開始打到1949年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 宣布中華民國滅亡了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取代 也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就逃亡到哪裡 中國 台灣的台北 我這樣講有沒有錯 沒有啦 這個應該沒爭議 大家有共識 好 之後呢 發生了1950年的韓戰 韓戰是這樣 有原因的 因為一樣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反共集團 他會有他的盟軍來針對共產體制 挑戰共產體制 消滅共產體制 然後就把台灣納入 然後蔣介石說 我是反共的 我痛恨共產黨 好 你納入我們的一環 OK 是這樣 那時候韓國也發生了這個事情 金家就被蘇聯洗腦 所以他們效忠 就支持社會主義 就支持共產主義 那個普正希就是普錦慧的爸爸 就接受美國的那個 那個就是說美國是支持 就好像美國支持蔣介石 蘇聯支持毛澤東是一樣的 結果美國就警告 警告中國說 警告俄羅斯說 你不要去影響韓國 結果 朝鮮 結果1950年發生了韓戰 美國就痛恨這個共產主義 因為這個讓美國真的很難堪 他們打勝了日本 結果敗在共產國家 所以一直節節敗退打 跟韓國打 跟那個什麼 朝鮮打輸了 跟越南打又打輸了 所以美國心中最大的痛 他們唯一的敗仗 都是中共產黨打贏他們的 所以美國從那個時候 就開始對共產黨怎麼樣 那個金子報酬十年不完 有一天我們一定要消滅共產黨 所以杜勒斯就是撰寫1952年1951年9月2號 簽署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就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撰寫 跟日本的那個首相基田茂 他們聯合撰寫的 然後1950年之後韓戰結束 1951年9月2號簽署了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們知道舊金山和平條約是全世界的國家 出了幾個國家沒有簽 兩個中國跟蘇聯 因為他們是杯葛這樣的一個簽署 也就是這個簽署是經過 世界各國的國會 也就是說全世界是承認這個條約的 也就是這個條約是等同美國憲法 它的效率是等同美國憲法 任何美國總統都必須要遵守的一個條約 所以到了這個地方 4月28號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1952年簽署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又有細唱了 1952年8月5號 為什麼台北條約必須要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之後來簽署呢 原因就是因為台北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最後一條說 日本可以單獨以未簽署 這個就像和平條約的國家 來簽一些合約 但是這個合約不能超越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內容 OK 好 才會有這一段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才會有這一段 這一段話 我這個怎麼沒有 沒關係 我們講下去好了 好 我們先看這個 中日馬關條約 4月17號 他們說我的歷史教育是這樣 老師教我的 他說 日本卻取台灣50年 事實勝利雄變 這個你們看像是偷竊的行為嗎 地主跟那個買主有沒有 清清楚楚 然後派誰 這個頭選最長的 大清帝國 傾差頭等 拳拳大臣 太子泰國文華店大學 四北洋通商大臣 直立總督一等 數以伯爵 李鴻章 然後呢 日本的拳拳拳拳拳拳拳代表是 伊藤博文跟陸奧中光 李鴻章跟他的兒子李金芳 然後再來這裡 第二款 中國這樣 這個我們自己讀下了 這計畫比較重要 永遠讓你日本 除非有另外一個條約說 台灣還給中華民國 沒有 目前沒有這個條約 好 再來就是 這邊 第二條的第二款 台灣全島及所有的附屬島嶼當然 附屬島嶼是指什麼 絕對不是單單的 三仙台跟蘭嶼綠島 龜山島 當然是包含了 釣魚台跟西沙 南沙 東沙群島 好 有沒有 為什麼其實李那國島比台灣 李那國島跟台灣 跟釣魚台跟台灣的距離是 李那國島是比較近 為什麼李那國島就 台灣就沒有辦法 主張說李那國島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是因為這個板塊的關係 因為這個 以那個琉球群島的板塊 跟台灣的板塊是不同的板塊 所以台灣自然就把琉球群島 納入台灣的板塊裡面 就變成台灣的附屬群島 好 好 我們來再看 第1952年4月28日的 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馬關條約之後就沒有條約了 跟針對台灣的領土主權的問題 就沒有了 我們來看舊金山和平條約 條約就是這樣 如果說割給中華民國 我們也沒話講 就在講條約裡面講 這是英國跟美國的要求 也警告過蔣介石 蔣介石是不管 不聽 好 我們如果說確定 台灣要割還給中華民國很簡單 就要像這個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是一樣的 直接在條約上面直接明確的說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OK 這個事件有沒有落實 落實了 這個是在 凱羅宣言波士島公告已經 這個共識就已經有了 直接寫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但是台灣的地位並不是這樣被處置 台灣的地位是怎樣 台灣的地位是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之所有權利 民氣以請求權 好 我們看這個台灣不能直接把這個權利 直接對照到現在當局中華民國 這是錯誤的邏輯 這個是簽給美國的 不是簽給中華民國的 OK 就線上和平條約是美日 美日戰後條約 是太平洋戰爭後的條約 那是太平洋戰爭是要解決日本領土的問題的一個條約 所以這個是簽給美國的 那麼這個簽給美國之後呢 那中華民國是怎麼 之所以會來是因為 剛剛我們講過 日本投降之後的十幾天 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下令喔 他是下令蔣介石在台灣執行葬領 OK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權利在哪裡呢 現在當然在美國 在哪裡 我們來看這個 現在在究竟上和平條約 把權利放到哪裡 第4B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本土 有儲分與支配權 儲分 大家是什麼是儲分 土地買賣是不是也叫儲分 土地上面任何一切事情 是不是都叫儲分 或者是一個支配 這邊還有一個支配權 所以我要借給誰 租給誰 也是我的事 美國人的事 好 而且23條還明確說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條約明明確確的選 奇怪 每次中國在談台灣地位問題的時候 就把舊西山和平條約放在一邊 就看開羅宣言 騙台灣人真是好騙 好 對中國 這邊也很明確 並沒有台灣澎湖 並沒有戰後的 也就是說 戰後簽條約的目的就是 條約沒有一定是 戰後條約不會是平等條約 一定是不平等條約 那戰勝的國家 他們就可以談分章 為什麼要談分章 就是因為要處理 戰後他們的戰爭損失 對不對 所以這個沒有錢賠 就當好就 這個叫割地賠款 沒有錢賠就只好割地囉 日本可以單獨 這個剛剛我講過 日本可以單獨 以為被邀請的簽署的國家簽訂 但是不超越就件和平條約的規定 OK 那中華民國對台灣到底有什麼權利 第15條 這是台灣關係法 這是台灣關係法的第15條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唯一法源依據 我們來看第15條這個地方 台灣一詞將事情況需要 這句話有彈性對不對 將事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獵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公司 及根據適用於這些島嶼的法律 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 OK 這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中華民國唯一的法源依據是這個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曾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也就是說 美國給中華民國只有管轄權 什麼處分錢自備錢都還在美國 軍事政府手上 所以台灣民政府上頭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只有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的直屬上頭是誰 就是歐巴馬 美國總統 好 我們再看後面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以及我們來看這個 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OK 也就是說美國 可以不考慮中華民國來治理 也可以考慮別的什麼 政治分支機構也好 什麼機構也好 只要是美國承認 關鍵是在哪裡 美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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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就是美國 那人家說 我們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辦了總統選舉辦了什麼 在美國的也不是這樣 美國 我們台灣講總統 事實上 美國看台灣總統 叫做台灣當局的領導人 president 領導人 他 我們叫號稱總統 我跟你一樣 你是總統 我們也是總統 事實上是騙台灣人的一個說法 那隨便我們 我們高興就好了 我們承認就好了 但是在人家認為 你們是當局的領導人 所以 中國只要對外講說 只要講到台灣就說 台灣當局領導人 他不會講說 台灣的總統 不會 絕對不會 因為這個是違反了國際法的那些 慣例跟禮儀的 好 這開朵宣言我們看就好 就是開朵宣言跟波子郎公告 就是這樣 這個都有 一盟軍 最高司令部訓令 677號 好 剛剛講到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在這裡 剛剛不是講過 1952年4月28號 簽完之後 中華民國跟日本簽了一個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葉公超 於1952年在立法院接受立委執行 說明 在現行的情況下 日本沒有權力把台灣和澎湖群島 轉移給我們 即使日本有意如此 我們也不能接受 也就是 那當下 台灣根本被沒有 根本沒有割給中華民國 也沒有割給中華民國的任何文件 證明說台灣已經被割給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麼 什麼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我們是中國的 在世界奉行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 所以中華民國的一切財產 物產地產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權力去把它繼承 OK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約預計 就是繼承蔣介石中華民國的 那個一切的財產 好 那台灣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事實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剛剛講到日本沒有權力 剛剛我不是講過嗎 這裡有寫 再重複讓大家記憶一下 第26條 日本可以單獨以未被邀請 簽署和平條約之國家 我指的就是兩個中國 簽訂和平條約 但其條件不得超越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 OK 夠明確了 簡單易懂 清楚明確 對不對 沒什麼好爭 要爭什麼 所以為什麼 我當大家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當秘書長講說 中國已經不韓 已經不在韓 現在的中國的領導人已經不在韓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人 最近的一個報導 在中國時報所登的 那時候是為了雙向眼的事情 為了雙向眼的事情 不是我們的神旅行 我們的神代表 不是去那邊升國旗嗎 不是造成那一國 我不承認 就好像秘書長他們講 以前台灣對美國都是秘密管道 不會公開講 現在是美國是直接公開講 你這麼說民國不要給我亂搞 因為 每次我們跟美國 我們用媒體啊 用那種宣傳的方式跟美國講的時候 美國直接用AIT啦 什麼我們的外交部長 就把我們守掉了有沒有 不要再講了 美國已經這樣說了 你們不要再提了 就好像馬英九的綠卡問題 AIT只打了一個模糊的問題 這個馬英九沒有綠卡問題 因為馬英九是美國人 就沒有當然就沒有綠卡問題 好 下課了 那不然我本來還想講 我們那個高砂組的說 那不然 我想 可以嗎 我想講五分鐘怎麼樣 可以啦 講高砂組 這個有啦 後面有在賣 造書 這個是 台灣那陸 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證據 為什麼要把這個造書秀給大家看 這個很重要 這個牽扯到高砂組第一次有國籍 有關係 台灣人第一次有國籍 就是日本籍 柯文哲講很多真話 柯文哲現在當政治人物之後 就要開始學 不說謊 不說謊的前提下 講一些模理良可的話 為什麼 他過去他是醫生 直言直白 他說 他說我的阿公出生就是日本人 我的阿公也是 我的阿公也是 所以 我的爸爸也有日本名字 那 這個證書 這個造書很重要 為什麼 日本的憲法 被修掉 兩條 一個是從國防軍變自衛隊 一個是日本天皇的權利 政治權利被消掉 也是頒布同樣的造書 也說這個造書 不能說1945年以前的不算 1945年以後的才算 都算 都算 所以這個造書下來之後 在台灣 日本憲法就在台灣施行 然後台灣的領土就納入到 日本國土的範圍內 這個就是萬國公法裡面 即使日本願意割給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沒辦法接受 因為這是違反了萬國公法 你的條約是絕對不能違反 萬國公法的範疇 那個範疇 好 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是1895年以前的 漢藩界線 這個是漢藩界線 也就是說 大清帝國並沒有統治這個東部 有一半 中央三半以東 最後講這個 紅毛橋 這是在我們三仙台 不到兩公里的地方 這個為什麼要叫紅毛橋 這是日本人取的名字 紅毛橋就是紅毛帆 就是講荷蘭人 在這個地方駐紮過 結果 阿美族的勇士 死在沙灘上 所以拒絕外來的統治 有沒有 荷蘭的部隊 燙坎 只是去燙坎而已 住在紅毛橋 結果骨骸就存在 結果結局是骨頭在海上 還在沙灘上 所以 阿美族人頑強的抵抗 沒讓荷蘭人進入東岸 執行統治 明朝這個是講西部 這個跟我們東部沒有關係 牡丹事件起因1874年 已經快到1895年 牡丹事件 其實是台灣人殺 排灣主殺日本琉球的人 殺了之後 發生了這個現實 後來兩個 這個故事是這樣 稍微講一下 那個日本就說 台灣不是你們大清帝國管轄的嗎 為什麼你們的人殺我們日本人 後來朝廷就派官員去了解 這邊的那個朝廷 那些 衙門說 最高的衙門說 衙門回答朝廷 報告朝廷 這個 這個 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 剛剛那個圖怎麼不見了 翻地 這個地區 是 是那個 化外之地 並不是我們大清的管轄區域 所以如果你們要打 你們自己派兵去打 結果日本人真的是派兵了 日本帝國派了西鄉重道 兵力3600人 對抗台灣族 台灣族 我們這個 我們在原住民裡面 就是高砂族裡面 這個叫國與國的戰爭 我們視同國與國的戰爭 跟中國沒關係 台灣族的酋長對西鄉重道 兵力 不知道 死亡30人 這邊是20人 最後 這些3600人 不到1000人回去 為什麼 日本人說不要再打了 再打下去 會沒有人會死在那裡 沒有人會回家 那我們就當初聽到這個消息 嚇一跳 哇塞 台灣族那麼厲害 不簡單 後來才知道是死於瘟疫 一些孽疾 日本 原來水土不服 是這樣子 為了這件事情 大清帝國說 就派了誰呢 派了那個神保貞 說開山府藩 要到台灣的東部 來爭討 那個原住民 那個那時候的高砂族 結果 不到幾年呢 這個大港口事件 就發生了大港口事件 191877年 大港口就是在 北迴桂縣你們知道 在那個 秀孤蘭西的出河口 哇那邊是超級大戰場 據說 既齊老說 死了1萬多個清兵 打不進來 最後打不進來用什麼 乍想 不然就說 就跟同母講說 我們的皇帝說 經過這個河道 要給你們繳稅 每天都有 時候到了會給你們迷 可以給你們物資 這個同母想一想 再殺 我們去殺 已經殺膩了 再殺太多人了 好啦我們還是要追求和平 好就同意他們說 可以啊 我們接受 結果這些人真是不安好意 結果無光亮 就 就埋伏你知道嗎 埋伏就在進普國小的操場中間 埋伏 就把他們 那些高砂族的同胞們 就 喝得差不多了 四個小時就 那些清兵 時候到了 就把他們集體屠殺 這個就是大港口事件 講完了 不好意思 最後 最後 不好意思 最後 講不下去了 最後 1930年 所以台灣的原住民 就是高砂族 接受文明 跟大家報告 不到100年 我們來看看 我們那些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阿美族 發生的康德事件 有1908年的 七角川事件 1911年的 那個馬桃道事件 一直到最晚的 1930年的物色事件 就是 賽德哥巴萊 1930年 現在幾年 2015年幾年 85年 所以 我們原住民 我們應該用寬容的心態 要去 來跟他們 打交道 為什麼 他們接受文明 不到100年 意思是什麼 85年以前 還是 不文明 還是很野蠻 OK 我不能再講 會侵犯到我們老師的時間 謝謝